桃園縣比較偏藍的地方就是我們的富杏鄉 富杏鄉的隔壁就是我們大溪鎮 他們的綠地的布地非常多 然後現在目前你所看到的紅色建築物 紅色的部分跟桃園這部分是我們的建築物 建築物分布最寬的地區 例如就是我們桃園市、中立市、平鎮市、龍台這部分 然後你會看到這一部分外圍綠色的部分 是表示我們沿海的鄉鎮 例如是大園、盧竹、觀音、新屋 那一塊地區就是我們的新屋的地區 然後你們現在所看到 眼前所呈現的搖燒玻璃 就是代表我們的皮膚 這邊這一部分是我們的皮膚 但是在開幕的前幾天 我們失竊了三思 陳老師真的也是很難過對這件事情 所以他在第二天之後 他有在報章新聞上有呼籲大家 他支持他兩個作品 那希望是說後面的人 更多的民眾可以起來觀賞 會做一個互動就是說 我們綠地可以變成把它移到這邊 建築物這個地區 我們建築物可以分布到綠地的部分 去讓民眾做一個 就一個像一個拼圖啦 你可以雕度 所以這個是可以活動的 這是移動式的 這個是移動式的 這給我們的一個省思 另外就是說 你看到這個搖燒玻璃當中 有大片清澈的玻璃 是搖燒玻璃 對然後也有彩繪的一個玻璃 但是他在這個主題當中 是要給我們一個省思 就是說 我現在透明的玻璃 現在變成說 我還有在灌溉 還有在使用 那現在因為工商業發達 農業已經慢慢漸漸地沒落 年輕一代真的已經不要再 再從事這個農耕的作業了 所以等於說 他會用這個有顏色的那個玻璃 來做一個區分 我們可能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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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小塊的玻璃 有可能就以後 或是未來的 紅色的部分 紅色就是我們的建築物 以經濟效益來講 他是最強 現在就是說 你們看到那個 曹建平生女士那一塊作品 那一口吃糖 你之前的屬立桃園醫院 全部都是同一口吃糖 現在被分割掉了 被填掉了 對 所以等於說 你紅色經濟效益 一定是最高的啊 變成是說 我們的皮糖的一個文化 漸漸漸漸漸漸在沒落 漸漸變成是說 我們有可能開發成觀光 或者是說 我們做一個生態功能 會變成功能只是這個樣子